昨天朋友发微信说 我妈走了 最后还是没治好 因为脑溢血 两个月前 朋友的妈妈住进了ICU 在ICU里用上呼吸机 营养液 护工等等 几千几万块钱 一下子就花光了 连个声响都没有听到 医生说 至于活多久 就看你们准备了多少钱 为此 朋友把家乡的两套房都卖了 准备把全部家当 都拿来给母亲治病 但住了72天 卖了两套房 花了130多万 阿姨还是走了 朋友说 直到面临了生老病死 才知道健康有多贵 房子没了可以再买 但健康没了 却没有办法用房子换 这就是现实 哪怕医学技术再发达 你再有钱 健康没了 就很难找得回来 现在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 总以为房子是人生最大的不动产 为了房子 就拼命努力赚钱 可是没有人想过 最贵的是健康 它才是人最大的不动产 如果你不好好爱惜 靠钱 未必管用 新的一年 不少人开始觉得恐慌 好像在上一年 又没有赚到多少钱 但是今天我想说 一年来你身体健健康康 你有一个好的生活作息 养成了一个锻炼习惯 那你就是在赚钱 曾经看过这样一个视频 按照十年前 美国黑市人体器官贩卖的价格来看 如果你无病无痛 脏腑无损 就已经是一个千万富翁了 心脏 99.77万美元 肝脏 55.71万美元 一对肾脏 26.29万美元 一只眼角膜 2.44万美元 每克骨髓 最高能卖到2.3万美元 如果你把你的身体完全分解 以最高价格来算的话 一个人大约值4300万美元 也就将近3亿人民币 但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健康有多值钱 为了一个PPT 可以连续熬通宵 为了一时方便 就能顿顿吃外卖 为了多睡一会儿 就一直瘫在床上 前段时间 一家知名科技企业25岁的员工猝死了 猝死的原因 很可能是过度劳累 同学说 这个年轻人很优秀 你给他再大的压力 他都能转化成成绩 大学一毕业 他就以30万的高薪 进入了这一家知名企业 每天都是很拼命地工作 加班 经常是动不动就加班到凌晨 25岁 年薪30万 一个前途大好的年轻人 只可惜不在了 在年轻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 能让你受益一生 那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戒掉重口味的饮食 每周规律的运动 它不仅能让你继续把握着千万的资产 还能让你减少不必要的花销 当你从欲望中脱离出来 你才能意识到 为了多看一会儿手机熬夜 为了一时的快感 吃重油重盐 为了一时的安逸 躺着不动 这种损耗 真不值得 上个月 公司发福利去体检 意料之中 很多人都是压健康 不过最让人吃惊的还是 有一个刚来的实习生 血糖超标 最后确诊是糖尿病 这个实习生 还没有毕业 今年才20岁 了解糖尿病的人都知道 这个病现在医学上是没有办法治好的 只能不断地喝药控制 如果血糖没有控制好 特别容易引起其他的并发症 比如说手足病 失明 尿毒症等等 年纪轻轻 就得了年老病 用医生的话说 完全就是因为生活方式的不健康 跟其他年轻人一样 这个实习生的生活方式极其不健康 经常半夜还活跃在朋友圈 吃饭呢 也是各种汉堡鸡腿 只图好吃 不管健不健康 虽然 年轻身体修复功能好 但是也抵不住超贺的运转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占健康因素的60% 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健康 即使父母给的身体再好 也容易得各种疾病 知乎上有人问 为什么明明知道健康很重要 年轻人还在各种作死 有一个高赞的回答说 因为总觉得自己年轻 仗着自己年轻就各种不爱惜 觉得自己身体好着呢 才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正是这种 对身体的无所谓 反过来也在遭受它的报复 根据抗癌协会公布的统计数据 我国癌症发病年龄 提前了15到20年 原来50到80岁才能患上的癌症 已经提前到了35到55岁 千万不要仗着年轻 就任意地挥霍健康 你对身体造的孽 它都记着呢 为什么就是有人要花式地透支身体 很多人说迫不得已啊 以前闺蜜在广告公司工作 经常半夜还在改方案 如果不熬夜就赚不到钱 买不到自己喜欢的包包 口红化妆品 靠着这一份拼劲 闺蜜很快就升职加薪了 但是没过多久 她住院了 原因是每天长时间的服按工作 腰椎已经严重受损 医生说她如果还按照之前的工作强度的话 腰就别想要了 在家静养了一段时间后 闺蜜果断地换了一个行业 现在做着一份不需要天天熬夜加班的工作 虽然赚钱不如以前赚得多 但是她说为钱折寿是最不划算的事情 在这个房价如此高 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 每个人都被逼得焦虑忙碌 为了多赚一点钱 多做一些事情 压缩睡眠的时间 压缩吃饭的时间 删去了运动的时间 生活最后就剩下了工作这个空壳 大多的时候 这种拼命是有回报的 但是代价也很巨大 还记得复旦教授于娟吗 在31岁的时候她患上了乳腺癌 她曾发微博说 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 任何的加班 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买房买车的需求 这些都是浮云 如果有时间 好好的陪一陪你的孩子 把买车的钱 给父母买一双鞋子 不要拼命地去换什么大房子 和相爱的人在一起 窝居也温暖 杀人性命是谋杀 透支自己的身体 也是犯罪 我们有千千万万个 要加速跑的理由 有千千万万不早睡的借口 但是当真的要与病魔斗争时 你自会发现 我们还都太嫩 不管有多乐观勇敢 斗不过 就是斗不过 哈佛教授巴巴拉 艾伦瑞克 曾扮演底层人 做过一个调查研究 他发现 与有钱人相比 越是底层的人 越不注重健康 他们喜欢吃各类垃圾食品 不喜欢运动 更没有定期体检的习惯 在BBC纪录片 Fifteen Six Ops 也提到过这个问题 与有钱人家的小孩相比 底层人家的小孩 普遍不重视健康 这不是因为贫富差距 导致的差距 而是这种差距 加剧了贫富差距 教育差距 因为不注重健康 底层人的身体 往往更容易生病 一旦生病 就很容易倾家荡产 去年 国务院扶贫办 做了一个统计 发现46%的贫困户 都是因为生病治贫 反贫的 很多人都说 成功的要素 就是智商和情商 其实除了他们 建商也很重要 阿里巴巴高管张勇 在采访中说过 让他成功的十大因素 其中就是睡得好 张勇说 他最大的优点 就是睡眠质量好 只要躺倒就能睡着 这让他在工作当中 更有精力 思维更活跃 在BBC纪录片 《健康的真相》中 研究人员就做了一组 对比实验 让两组年龄相当 身体状况相当的人 做实验 一组人在研究人员的干预下 饮食健康 做适量的运动 有充足的睡眠 另一组人呢 不做这样的干预 结果发现 做了干预后 那组人的记忆力 逻辑能力 都有提高和改善 在《运动改造大脑》 一书当中 研究人员就发现 规律的运动 健康的饮食 会让人在学习工作上 表现得更好 健商高的人 不仅仅身体健康 头脑也更灵活 而这也成为了 人的核心竞争力 每一次说到健康 不少人就说 这分明就是老年人的生活 让年轻人注意健康 就是让他们提前过退休的生活 其实健康与努力 并不是非比就此的关系 在读书会上 认识一个姐姐 人都已经四生五岁了 但是看着只有三十岁的样子 她说自己抗衰老的办法 就是从不熬夜 她生活节奏不慢 自己还开了一家公司 每天都很忙 不熬夜是她生活的原则 她可以早晨四点起床 但是绝对不半夜还不睡 身边就有不少人 明明头发一吊一大把 脸上不断地冒痘痘 黑眼圈遮都坐不住 还完全不顾身体发出的信号 就是忙着不肯睡 任由自己给身体埋下各种雷 指不定哪天就会爆炸 正如李开复曾在一个演讲中所说 每一个人的健康 其实不是要放弃一切 对于年轻人来说 你是可以努力工作的 一个礼拜拿三到四个小时 维护你的健康 在《每一个人的战争》这本书当中 作者发现 维持健康并不是一件 很艰难耗时的事情 不过就是变一种生活方式 不需要你一天 泡在健身房里几个小时 不过就是多站站多走走 不需要你一天只吃水煮蔬菜 鸡胸肉 不过就是不要油盐糖超标就好 更不需要你十点就上床睡觉 不过就是别熬夜到凌晨 只要你做到了 你就会发现身体变好很多了 当然 除了各种不注意健康 透支身体的人 还有一种人明明很养生 最后却养出一身病 为了健康 他们就是看什么保健品火 就买什么 结果因为瞎吃 最后身体却吃出了问题 其实大可不必这样 只要饮食均衡健康 每天都吃蔬菜水果 肉蛋奶 身体就有足够充分的营养 不需要把自己当成小白鼠 拍脑袋虾补充 除了虾吃虾补充 还有人过度的运动 给肌肉关节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曾在健身房 遇到过不少靠着一身蛮力断裂 却把自己弄伤的人 其实健康的生活 不需要如此的拼命 有研究发现 就算不去健身房 改变生活习惯 多站着 多走路 减少久坐的时间 一天可以增加500以上卡路里的消耗 相当于跑步一个小时的运动量 每天都好好吃 好好喝 好好睡 不要偷懒 也不要瞎作 有益的事情多做一点 有害的事情 克制做 维持身体的健康 根本就不难 实在不行 就多看一看 靠谱专业的健康文章 能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少花很多钱 三年前 79岁的王德顺火了 他在国际梯台上走秀 一个人活出了好多人 几辈子的精彩 当时不少网友调侃说 要想人生充满可能 首先你要活得足够久 这样你才有可能实现 各种不可能的愿望 精彩的人生 不光光只是宽度够宽 还要长度够长 这样你的机会 才能比别人更多 最后 送你春上春树的一句话 祝你们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那就是 肉体是每一个人的神殿 不管里面供奉的是什么 都应该好好保持 它的强韧 美丽和清洁 作曲 李宗盛 我感觉你每一步 扬起小小飞尘 爱在奔跑的人 和世界维系成一种 属于自己和梦想之间 做好准备 披心带越坚持的平衡 一直到 心跳响在风前 直到 脚印只向 微微笑的梦 变成浪浪晴天 你知道 前程路不远 直到 目的地出现 直到 世界把你看见 前程奔跑的你 在天和地之间 写下了 相良的姓名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